大學生了沒 來 溫泉大學 大學是什麼 大學生的極限挑戰衣 溫泉 溫泉 溫泉才子林俊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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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的歌都好聽 尤其現在是這首有沒有 我們聽到這個 《以妳而在》 那時候是一直就 每次進廣告就一直要跟著… 但差不多到八局 我聽到這個歌的時候 就會流眼淚 對 喜怒哀樂全部都在這首歌裡 你也在看 對啊 我也在支持 有沒有覺得 是不是 很遺憾 可是很努力 大家也表現得很好啦 這才是熱血的真諦啦 對不對 就不管成績如何 至少我們拚過 對啊 真的 我講得滿好的 對 至少專輯也有宣傳到 真的 真的 哥好好聽喔 這一次 每一首都好聽 《以你而在》是剛剛我們聽到的 還有《修煉愛情》 《修煉愛情》 《輸曲都棒》 這一陣子有狂打 對 然後還有跟五月天的合作 《黑暗騎士》 對不對 原來 五月天是因為跟他合作 對啊 一空幫我寫歌 真的 陶子姐好像也有跟 跟你邀哥 有啊… 我很願意寫啊 但是 下一張啦 我真的很願意寫 所以剛好陶子姐 剛好那時候跟我邀哥的時候 對 我在美國 他們真的很忙 他跟五月天都很忙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沒關係 一定有下一張等你 我還是可以收歌 我會… 我可以寫 好 那就下一張你當製作人 誰唱啊 對不對 怎麼會寫歌 這麼會唱歌 他很OK 他說可以耶 真的OK 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你看合作對象 不是五月天啊 就是王立宏啦 立宏 懷秋 對 還有懷秋 林俊鋒 是我哥哥 我親哥哥 真的啊 對 他也是這一行的 不是耶 哪一行 銀行 OK 那他會唱歌還是會寫歌還是 他唱歌 其實他以前我 那時候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哥是走在我前面嘛 他到我兩歲 然後其實是他先開始玩樂隊的 對 所以他因為 因為他的原因 其實我很多的靈感啟發 然後我其實音樂的夢想 也是因為 跟哥哥玩樂隊之後 培養的 可是因為後來走的路 都不太一樣了 不一樣了 所以想說因為這一次 專輯也希望可以找他回來 一起 家人一起合作那種感覺 不過今天我們講的是 很熱血的挑戰機械 聽說你也很喜歡運動 我喜歡運動 我平時就是沒事就是 只要有空我就會 比如說球類的運動 我滿喜歡的 就是打籃球啊 然後 其實在新加坡都會踢足球 對 新加坡 比較很流行足球 踢足球 那個體力要很好 那個跑全場 跑全場 像以前那個香港明星 那個逸踢啊 逸賽有沒有 是 那曾志偉大概一趟以後 就說我不會下來 我要下來啦 對 體力不好啊 對不對 今天有把你的一些 這個品嘗在 這一台 腳踏車 這你平常騎的喔 對 我平常騎的 帥耶 自己組的一台 來 介紹一下 來 全開系列 因為你有可能只是買來放而已 真的會騎嗎 真的會騎 這是愛騎 大逗你怎樣 你是什麼 你把你的臉去掀開 給我好好看看 對啊 是 而且這個是單速那個車 因為它是 所以它 它其實 沒有煞車 它沒有煞車 然後它 所有的這個配件 所有的都是一個… 一個鍵組起來的 這個是你的健身工具喔 就是 在家裡或者是說 有時候會出國 常常出國的關係 就會帶一些比較 包包帶這個也太輕了吧 不會重喔 這個很輕 真的嗎 其實它那個不會很重 就是靠自己身體的重點 這個是怎麼用… 你可以教我們 怎麼用 教一下嘛 拜託 這是福利挺身用的 真的嗎 福利挺身通常都在地上嘛 所以你可以撐高的話 動作上面可以有一些轉變 怕手髒嗎 層高你可以壓低一點 就比較好練得比較集中 這樣練更多喔 等一下 好帥喔 好帥喔 你看這個腰曲線 它的姿勢非常威脂很好 可以一般這樣 在地板上做比較有效 示範工廢的感覺 好 還有滾輪喔 還有滾輪 對 可以啊 還滾輪就給你示範一下 滾輪怎麼玩… 滾輪你也會啦 我覺得納豆你真的不要挑戰 滾輪其實有兩種 滾輪超難 其實 滾輪很輕吧 滾輪差不多啦 就是一個大比較 一個比較大一個比較小 小的比較難做 那滾輪車輪子 小的會比較需要壓低 你要用小的喔 小的比較難吧 小的更難耶 我可以下去拉不起來 褲子太鬆 太瘦 太瘦了 你看 滾輪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蹲著做 一個是站著做 你要站著做嗎 站著做喔 我都站著做因為比較有效 站著怎麼做 看一下站著怎麼做 真的假的 你也太有才華了吧你 都是站著 要受傷喔 下去就起不來 他這個練夾子 他這個真的會 怎麼辦到的 這平常沒在練 沒有辦法這樣做 這個畫面 好像是後面有歪牙在掉的感覺 對啊 怎麼可能 剛私在掉的感覺 那這個兩位誰要試一下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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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在弄這個 我做高的 好 來 試試看 對不對 下去一點 納豆… 納豆是有在抖嗎 納豆… 納豆 不錯啊… 怎麼樣 算是有練 兩下就這樣是不是 這應該不容易 要找到那個技巧不容易 咱們中之內能說話嗎 納豆 現在可以講話嗎 納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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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好玩的 很練耶 這個 會真的練到 但是要小心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不小心 其實會傷到別的地方 就是像 會傷到 他已經傷過千百回了啦 好不好 今天真的是 想不到他是這麼的 有活力 你是紋絡型的 喜歡運動 沒有 看他身材就知道 精壯型的好不好 先請入座 謝謝JJ 歡迎 我們今天來的幾位 真的喔 來的四位是 在各方面極限挑戰 是非常出色的幾位選手 來到我們節目 是世界級的 是的 第一位呢 陳彥博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參加這個加拿大育空 700公里 極地超馬 很越賽的紀錄 你知道 要讓自己一直 適應在寒冷的情況 然後飢餓的情況 連續大概 兩百多公里都沒有休息 只有短暫停給一個小時 剛才 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失溫 我昨天晚上 在河口 動不了 秀衣服全部都解冰 我媽媽套也是 然後躲在帳篷裡面 那帳篷裡面 一定不斷發抖 這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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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的國家 是嗎 對 終於 最後 第一次 亞洲人士 完成了 為什麼 好 好 超不斷 好不斷 一定歡迎這位 國體教練所 陳彥博 贏 亞洲第一人 成功挑戰加拿大育空 700公里 極地超馬合躍賽的彥博 不只超越了自己 更是亞洲第一位 玩賽的選手 也寫下歷屆最年輕玩賽的紀錄 到底還有哪些 不為人知的甘苦談呢 馬上請彥博分享吧 彥博你才幾歲 26 26歲很年輕 你做那件事的時候是多久以前 你上個月還在那裡 然後你書就寫完了 然後你 來… 這個叫 謝謝… 零下40度 他還少寫了10度 因為最冷的時候是零下50度 對不對 這個是 其實說真的 因為之前我訪問那個林毅姐的時候 我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折剝自己 對 因為我們看雪景很美 大概看到第三天就說 我要在遊覽車上吹暖氣 我不要下去了 對 所以你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看好幾次 有一點崩潰的感覺是不是 對 因為這樣比賽 幾乎已經超乎我所有的體能 跟我能夠設想到很多抑制的狀況 當初去是失戀嗎 還是為什麼 對 對啊 為什麼 沒有 因為當初一開始會參加這個比賽 想說大學畢業 那是不是在體育專業項目選手 這練十幾年的一個裝向 是不是就要放棄 那我後來想說 那在2008年畢業前 給自己做一個完美的結束 所以和一傑前輩還有遊戲局執行長 我們去參加08年的吃北極挑戰 你二十幾歲就已經有這麼 這麼難 高難度的挑戰 他的難度包括了什麼 包括他多長 全程是 全程 我們這一次是最長的比賽 是700公里 那我現在參加的是 世界七大洲八大戰 就是超級麻辣鬆賽 700公里要花幾天完成 有沒有限制 他限時總共是312小時 也就是十三天的時間 十三 你要走740 三天 我覺得你給我700天差不多 對 對 先休息一會 是不是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的 像你們都只能住帳篷嗎 對 那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住帳篷 就是312小時 13天的時間 你必須要背負整理所有的 裝備食物還有燃料 火爐 那更重要的是 睡覺的時候都是睡在野外 所以不會有人在你旁邊 我們就是只有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防風袋 然後你就塞睡袋進去裡面 自己睡在野外 那這樣你一天可以 要走多久跟睡多久 平均的話 一天的話差不多 我最少… 我就是睡兩個到 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其他時間都在跑 都在走 對 就要走路跟跑 太累了吧 因為我們比賽的時候 然後又有四個時間 那就是你在時間點 沒有到那個檢查站 好緊繃喔 超帥氣的越野單車 具有著不為人知的心酸曲線 好緊繃喔 他的名字叫攀岩車 來秀一下好不好 好表 可以倒退 什麼都可以耶 唯一缺點就是不能 大學生了沒 那就是你在時間點 沒有到那個檢查站 你就會被弃圈 好緊繃喔 踩點耶 好撐喔 一個檢查站之間大概多長啊 中間的話大概都是60 最長的話是最後兩站 一個是105 最後一站是160公里 天啊 那個點可以怎麼樣 有營火然後可以 對啊 有熱水澡嗎 對啊 其實它就是一個 簡陋的帳篷而已 然後大家會提供你熱水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對 所以當時參加多少人 然後多少比例的人 是在地級站就淘汰光了嗎 其實它舉辦到現在已經十年 那我們是最長的一株 700公里 那它又分成是 然後它使用100公里 300公里跟430公里 那公里的話就是 一英里等於是 1.6公里多 所以換我們是700公里 那它在這一組只會 每年只挑選30位選手 那每年完成的選手 玩賽率都只有 也太讓不及了吧 在組上勝過力啊 這麼難度高 好玩之光 謝謝 最後我們看到你中間 當然有不同的 哭泣的感覺 對 但最後其實這個 迎接你的人還拿了國旗 對 那一刻的感覺是 其實那個國旗是我 從我2009年出國比賽 開始就是悲哀身上的 對 所以它 陪我去很多地方 所以到現在變得很髒 然後會有污垢的地方 是因為有去亞馬遜 從你的河流 對 所以 到終點前的50公里 其實是 心裡是滿是激動 因為從來沒有辦法想像到 自己可以去完成這個比賽 那又是 我們台灣第一位 又是亞洲第一位 可以完成這個紀錄 太厲害了 而且還站在這裡接受訪問喔 對啊 對啊 一定要上最棒的節目 接受訪問 是… 這是亞洲第一的節目 真的 接下來Erika還有問題 我想問你那個比賽那麼危險 那你有沒有什麼求救配套措施啊 我們求救配套措施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身上選手 都會掛一個Spot 就是衛星的一個追蹤定位器 它一個小時可以發送 24的所在位置 讓大會可以藉由網路 接受到那個頻率 看你在哪裡 那我們主要有兩個求救功能 那第一個是Help 那Help的話就是 它的頻率是打到 至少送到大會的地方 所以大會他們會騎那個 Snowmobile 雪上摩托車來找你 是 看你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那更危急的是SOS 那SOS它說 大會說不能亂按 除非你按的情況是 可能遇到雪崩 熊 遇到狼 嚴重 狼 對 或是遇到野生動物 攻擊你大量失血 對 或者是你到冰河裡面 就是已經全身都失穩了 你就按SOS 可是SOS你按下去 可是他們多久後能來呢 對啊 它會出動直升機還是 對 然後過來找你還會派出直升機 可是你必須要先準備一筆 很昂貴的一個搜救費用 好啊 那收入分要多少錢 十幾多 十幾的 對 十幾萬的台幣還是加 應該是超過 應該台幣以上超過 不是好像也看到一些消息是說 你訓練期間就已經得癌症了 其實這個是2011年的事 對 那個時候因為在 訓練過程中發現喉嚨痛 後來之後開始有痰 後來又有血濕 才發現不對勁 那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馬上要安排 我住院開刀 對 那個時候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後來才知道說 就是我的嬰猴這邊 長了一顆很大的 那個破皮跟流血的一個 一個腫瘤 腫瘤 對 醫生後來就建議用雷射手術 就是整塊把它挖掉 所以後來是有控制的好 對 後來是有控制的 對 就是現在有時候 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點痰 然後會有一點痛這樣 有看到什麼美景嗎 這一次 覺得 是的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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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抽一口氣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看到激光就是覺得說 好漂亮… 可是我們在比賽的時候其實是 我在比賽的時候花了十天多 那連續五天 綠色 激光 對 連續五天 然後激光都在我頭上這樣 不斷的變化 好漂亮喔 對 他應該有那個 那個時候有那個心情要去欣賞 有一點鮭魚卵 或sake還不錯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沒有辦法 心情去欣賞 因為我們都… 我們不能停下來 停下來就會失溫 所以我們要一直往前進 可是他就在你頭上 不斷的一直在穿插 他會有變化聲音 其實都沒有 聲音會有嗎 有聲音嗎 其實都沒有聲音 結果他就像是刀光劍影在你頭上 氣流不斷的流動 感覺現在水癢門要出來的感覺 喂 阿Kent 史燕文怎麼可能出現在加拿大了 在聊完激光美景後 現在請彥博教我們 遇到具攻擊性的野生動物 該如何應變吧 是的 今天彥博教我們一下 如果在吉利裡面 碰到很多這突發狀況 比如說猛獸來襲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是不是有真的碰過 你遇到什麼 加拿大我們在比賽最兇猛 大會講說Wolf Ring 就是狼歡 金剛狼 對…金剛狼 真的有金剛狼 真的有金剛狼 對 真的有金剛狼 他叫做狼歡 狼歡 狼歡 語愛 狼歡 神經病 所以說這個 但是大會會訓練你們說 如何對付他們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來教我們一下好不好 好 現場AP狼 他就是狼歡 就是 是一個不成才的色狼 隊友的 JJ要跟我們一起 練一下 是… 示範一下 彥博 我們先解釋藍的兩種情況 好 第一個是 沒有攻擊性的時候 沒有攻擊性的時候 他臉會非常的柔散 內心性開始 內心性 對 然後這個時候他屁股 會稍微翹高一點點 然後他的走路的姿勢 都是呈現平行的 他眼睛 他的眼睛只會看你的身上 上下左右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是沒有攻擊性的 但是如果另外一個 這個叫聲就是太 在找母愛了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攻擊性的時候 攻擊性的時候 比較恐怖 要注意的是他的鼻子這邊 會產生皺摺 好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走路的姿勢的時候 他會把他的踢得恰高 然後他的頭會 頭會整個壓下來 壓下來 這個是預備攻擊的動作 那怎麼 揍他 這個時候呢 你要在一秒內 然後拿出你的 一個瑞… 拿出你的瑞士刀 好大 真的喔 對 那這個 這個瑞士刀 我們是插在腰上面 我們一秒內就要 必須要把這個瑞士刀這樣 然後 然後 那第一隻手 你要做幼兒 好恐怖喔 做幼兒 他會衝刺 然後整個鋪起來 衝刺 來 慢動作 慢動作 衝刺 好 慢動作 開始 衝刺 第一隻手 幼兒擋住 對 他會開始腰硬的時候 然後插他 第二隻手呢 就要直接從他的 脊椎動脈下去 真的假的 對 然後掛上來 對… 那這個是我們在 治保的動作 對 那可能女生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緊張 會引員拿那種菜刀切菜說 你不要過來… 這樣子 對… 對 這種握法是不對的 真的很蘿蔔 對 我們想像的那種 對 對 握法很重要 歡迎常來 一般大家就這樣握 但是因為我們的毛皮的話 會非常的 東的毛皮會慢慢厚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一戳上去的話 這邊還有一把 你戴幾把 隨時嗎 兩把都不一樣 看比賽狀況 一般如果你這樣握的話 毛皮很厚 你握上去的時候 如果手的肌力不夠 手反而自己 對 你可能手會往前 所以大家會在教導的時候是 把它倒得出來之後 馬上轉這個時候 好 那把給JJ試試看 JJ你拿這個好了啦 這個比較長… 小心… 來 狼再來一次喔 來 好 慢動作… 他不會問這個 還會有準備好了嗎 來 屁股翹起來 好 請往前拼 發洩目標 往前奔跑 攻擊 慢動作 慢… 殺… 完美答陣 太好了 好習慣的 他現在回瞬了一下 奇妙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他的這個 超馬的特殊裝備 是 好… 好的 在看我們真正的裝備之前 我們大學生JJ他也就準備了一套 他認為說如果他去參加這個 零下50度的低溫的時候 他要穿什麼樣子 我們來歡迎JJ的出場 好 歡迎 雅乃家人 好 為了 No woman no care 介紹一下自己的裝備 我真的非常地認真準備 因為我知道去極地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冷 所以我帶了一堆衛生紙 幹嘛 就是 VT 因為很冷 不帶暖暖包 什麼 還有就是一定要保暖耳朵 穿得好細喔 還有裡面還有毛帽 還有口罩 敢買家的小偷 對 還有 一定要雪靴加一堆襪子 一堆襪子 對 好 這是同學的想像 請問一下我們的葉寶老師 其實他比較像我看到就是 我在北極遇到 艾斯基姆的樣子 對 不過就是衣服上 跟裝備鞋子可能就是 看似其學的極力裝備 究竟能否通過陳彥柏的考驗呢 為得名次不擇手段 男大生慘遭惡者 一起歡迎浩翔 有 有沒有碰過什麼其他選手 頭夾球 或是奧球那個情況 比方比賽有那種防寒衣 水溫低於20度他才能使用 那個選手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然後一拉水就灌進去 水灌進去 對 就很冷 然後會拖著一個水球在流這樣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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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了沒 就是衣服上跟裝備鞋子 可能就是 都是不及格的 都是不及格 為什麼 你穿什麼我們看一下 像在外面 外面這種 最外面這種外套的話 一定要是GOTEX 就是防風 防水 防水防雪 對 那裡面的話 又不能穿太多 裡面只有兩件 所以零下50度你一共穿三件 對 就是在比賽間的時候 比賽行進間只能穿三件 越輕越好 因為不能太重對不對 不能太重又不能太暖 因為你一流汗的話 裡面反而會濕掉 對 就會失溫 鞋子部分的話 像這種的話也是不及格 會滑倒 對 會滑倒 鞋子的話 這個是休息的時候穿的 很重耶 對啊 兩雙差不多三公斤 對 很重你拿 真的嗎 對 這個是行進階會用到的 學鞋之一 對 厲害 如果這個還是太滑的話 我們就會套這種雪鏈 再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如果遇到雪比較軟的時候 比較難的地形 或者是爬山 我們就必須要用這種 那個Snow Shoes 還有 一直換東西 對 就是裝備 你要一直換… 然後前面這邊是負責做抓 都沒有帶熱可可粉喔 對啊 都在帶這些鞋 這個鞋 那個鞋 對 如果鞋子的話也必須要帶 OK 冒棉花糖 一些乾糧對不對 對… 乾糧的話就吃牛肉乾跟花生 我好奇的是在那邊 你譬如說你真的很口渴的話 你怎麼喝飲料 它都是變成結冰了 我們要自己生火 然後再把它煮一煮再喝一點 自己生火 像這個就是我們用的火炬 我們的火爐 就這樣 這什麼 就是快速爐 對 這個是我們的快速爐 它是用幫助 很酷耶 好酷 這煮水會不會很難吃 這麼小一個 可以這樣輸下去 煮水的話大概要一個小時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衛星的定位器 那有分很多鐘 這種是 你要帶三個 看賽事的地形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個人在 抓速度跟公里數用 那這個是看地圖 對 那最重要的是 我還看地圖咧 那接下來就是 求救用的衛星定位 對 對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天線的收發器 那你把電池打開之後 最多只能撐大概20分鐘 所以你要抓準20分鐘 你要不要求救 好棒 很專業 讓我們大開眼界 真的 好 謝謝我們延播 謝謝… 謝謝 謝謝Jet 接下來第二位的是 越野單車的好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VCR 好 一起來歡迎這一位 北體路上運動系的阿丹 歡迎 來吧 一亮相就是騎著自行車出場 可見阿丹的技術相當高超喔 今天還會為我們表演 哪些驚人的單車特技呢 阿丹是全國中等以上 學校自由車下坡賽的六連霸 歡迎你 歡迎你… 六連霸 太多 我想問阿丹 像你年紀比較輕 然後你有沒有遇過就是那種 可能被比較資深的選手 就是欺負 或是他們有給你一些特別的照顧這樣 在我小時候 我那時候還很小 但是我都比樂族的主別 跳級 對 跳級 然後那時候 我比樂野賽都是我一個人而已 然後沒有團隊 所以他們都靠團隊去夾擊你 對 夾你喔 然後不讓你有得名的機會這樣 結果你都怎麼樣 殺出重圍 所以那有好幾次比賽都是 成績這樣都被弄掉 後來就帶了瑞士刀 會 會 不是 是 然後之後我就回去就想 你一定要比現在更強 要把實力一定要比現在要更強 不過那越野單車到底 這一台跟那一台比起來 這台大概要多少錢 貴不貴咧 對啊 這台大概10萬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這算比較 路一樣的 輪胎整輪子都不太一樣 聽說你還有帶其他車子來是不是 對 那一台是攀岩車 來 看一下…來 好 怎麼樣 這台有什麼不一樣 這台是忘了裝椅子耶 對啊 這台是原本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 它的名字叫攀岩車 攀岩 對啊 你現場可以攀哪裡嗎 現場可能只有原地可以做一些 好 來…秀翔好不好 這怎麼騎啊 這是 原地的 機動性很高 好 好 踩尾 上下… 其他的肚子… 上下 好漂亮 它那個輪椅真的 好厲害喔 好酷喔 很酷… 挑舉一下 有點像下的感覺喔 恐懼 我已經嗅過… 好可憐 好可憐 可以倒退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好跳 釘竿 你看到沒有 掌聲鼓勵 厲害喔 厲害喔 什麼都可以耶 唯一缺點就是不能再Chic up 對 對不對 女生再不了 因為這種時候都盡量輕量化 太厲害了 所以其實這個 你未來有沒有什麼目標 想要去爭取的 未來可能最近的目標是 今年五月的押緊賽 今年五月什麼 現在近來的目標是 今年五月的押緊賽 押緊賽 就希望能拿到前三名 先謝謝我們的阿丹啦 謝謝 謝謝 好 那接下來第三位 是鐵人三項的選手 一起歡迎浩翔 Come on 看到浩翔一身精壯 吳多瑜脂肪的身材就知道 拿多項第一名 絕對不是運氣好啦 而他今天要跟我們分享 哪些關於鐵人三項的有趣事呢 一開始專門練什麼 一開始 我一開始是游泳選手 游泳選手 對… 你為什麼鞋子黏在上面 對 因為我們鐵人三項 它是結合游泳腳踏車跑步 要立刻 對 所以我們直接就是 跳得上去腳踏車上面這樣 跳上去 對 邊蹭邊跳這樣 也是可以拆下來 對… 鐵人三項先告訴我們一下順序 鐵人三項就是 游泳是1500公尺 然後腳踏車40公里 然後跑步在10公里 那就是奧運距離 就是衝頭到尾都是衝刺的 像這 騎這麼長途 像請問一下JJ你騎過多長啊 騎喔 我通常… 通常騎是大概3 40公里 大概3 40公里 有沒有騎起來要跑一跑或游泳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夜騎比較多 晚上都比較少設施 就通常都是騎去走一走 然後喝個東西 然後再回來這樣 比較舒服 對 舒服一點就好了嗎 很辛苦耶 不過剛剛看到她其實這個 剛剛在那個後台的時候 她衣服是脫下來的 身材真好 所以是穿著最裡面那種 不是 她上衣服只有穿到這邊 是不是 小明老師想看是不是 小明老師 開心了 好 來 阿倫要問什麼 我想問浩翔 就是因為像你們比賽 不管是騎車還是跑步 都需要用到腿 你們關於這個腿的實用 或者是騎腳踏車騎法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可以增加你們的那個續航力之類的 就是因為我們腳踏車騎完 還有跑步 所以我們腳踏車在騎的機群 會比較用到跑步的機群去騎 然後我們跑步的機群 比較偏屬於後側跟屁股 臀部 對… 我們就比較少用到骨四頭肌 因為跑步骨四頭肌 你下去這一塊瘦力很重 所以你腳踏車如果太多 用瘦太多力用這邊的話 就是跑步一定抽筋 好 劉璇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比賽的時候距離這麼長 然後又很多人 有沒有碰過什麼其他選手 頭部或是奧部的那個情況 國內游泳比賽 游泳是還好 出國的話 因為大家都是代表各個國家 所以選手的那個速度 數值 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比賽有那種防寒衣 就是水溫低於20度要修出來 可以 它這種資料就是水溫低於20度 它才能使用的 它會增加你的福利這樣子 對… 所以你說有人出奧部會怎樣 這不是奧部吧 奧部就是它後面我們有這個繩子 因為我們起來的時候是 就是要把這件脫掉 要脫掉嗎 對 我跳下去的時候 可能這繩子在後面飄 對 那個選手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還是怎樣 一定是故意的 與大自然對抗不懼怕 男大生的抒壓方式好特別 這一位選手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運動時候的照片 這個也危險耶 佳豪華雅出場 曾經經過過什麼 生死一瞬間的事情嗎 有一次我去碩溪的時候 不然石頭就開始掉下來這樣 石頭 所以你還是繼續攀岩塑形 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怕 他幹嘛去的情報是是什麼 對 有時候生活壓力太大了 他可以去唱歌 夜唱 對 打麻將 有道理耶 對 你憲哥很好 對 大學生了沒 對 那個選手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還是怎樣 他就拉我的繩子 然後一拉水就灌進去 水灌進去 對 就很冷 冷 然後加脫水 就是你會脫的一個水球在油這樣 重量 對… 健身真的 我覺得需要專家來教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好的 今天浩翔就教我們說 平常他怎麼鍛鍊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 對… 這個是 這個是抗力球 那他這個我比較 是練核心肌群的 因為跑步 游泳 腳踏車 都會用到核心肌群 那核心肌群最近在這個 滿夯的 很夯啦 對… 大家都要練這核心肌 對… 核心 對… 怎麼練 好 那我先 就是練這個時候 就盡量不能穿鞋子 就盡量是赤腳這樣 好 對… 然後 那我們先練一個 最基本的 那個用身體Hold住的那一種 這樣子 Hold住歌 這個大家應該都合 對… 那如果再進階一點的話 就是我把我的手抬下來 然後再下去 再起來 核心肌群 對… 所以練核心肌群 因為保持平衡是很重要 這一塊就變得很那個 保持平衡的話 就會練到核心肌群 但你會不會去做皮拉提斯 是否會去做 對 這裡 那個是放鬆的時候會去做的 可是皮拉提斯也有一些 是練到核心肌群的 對 只是因為這個抗力球 它會強迫你去使用到核心肌群 因為它 你不使用到它 它會晃 就會倒 來 張好… 小桂倫耶 Factor 對啊 因為電竿應該沒問題 膠擺了 對 小心 來 下 有點吃力 其實滿難平衡的 都紅了 腳要直… 腳要直… 會很吃力嗎 張好 腰 因為它滿難平衡 那球很軟 所以你會一招用到腰力 它坐起來就吃力了 對 真的 好 瞭解了 球歪了 真的滿難平衡的 這個動作你會建議 一般婦女朋友 你有在家裡自己這樣做嗎 婦女朋友 可以啊 只是如果你有 你可以做得到的話 你就可以做 對… 了解 謝謝我們的浩翔 謝謝 謝謝… 好的 接下來這一位選手 我們來看 先看他運動時候的照片 來 看一下 使得 看眼 什麼是不是 看眼登山的運動 這個很硬 這個也危險耶 對 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這位 台大物理系的嘉鴻 環霞出場 歡迎 歡迎 嘉鴻的強項是 登山攀岩溯溪 精通登山攀岩溯溪的嘉鴻 看來是個熱愛大自然的男大生喔 相信有許多精采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喔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爬山 登山 大概大一開始 大一才開始接觸 對 可是我們剛剛看那些照片 真的有的是我覺得 對 爸爸媽媽會擔心 生死一瞬間那種 對啊 看起來有點可怕 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怕 那幹嘛去呢 什麼意思說 對 有時候生活壓力太大 去放鬆一下 對… 那可以去唱歌 夜唱 對啊 打麻將啊 對啊 比較簡單 有道理耶 不是… 我們要像你們這樣 其實算破爐級的 就是大概一天登山的這種 比如說時間啊或是溯息啊可以到 通常我們就是 朝六晚六你知道嗎 早上六點出發 晚上六點睡覺這樣 就是一晚上六點休息這樣 那長的話可能就會 我自己最常是去過八九天啦 八九天就都在攀岩 就是爬山或是溯溪 那設上 就我們設上有些人就是 心血來潮的時候 會去到十幾天這樣 因為台灣有很多的祕境 很美對不對 你有去過哪裡會 告訴大家說可以去 如果有能力去的話 有能力去啊 就是神池鬼湖在高雄屏東那邊 就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在 那個天長山那邊的一個 小水池是這樣 那怎麼有個鹿角 對啊 那顆是鹿頭 就是有一隻鹿 鹿在那裡啦 死在那邊這樣 鹿頭 死在那邊啊 那這是 就是賽外風情這樣 哪裡啊 沒有 這是在宜蘭那邊這樣 就是一片芒草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裝備 讓同學體驗一下好不好 好…來 這個大概有幾公斤 這個大概二十幾而已吧 可以 所以問題是它又不是背著坐著 對 你要背著它伸衫 對 伸衫 就是這背包其實是有學問的這樣 你背一下好不好 怎麼樣背 好… 學問 我不懂耶 比如說你要從河的這一端 塑溪到那一端 那這個是背著坐嗎 對啊 如果河流很湍急的話 會先把背包拿下來這樣 然後在這裡按 就先過去以後再把背包拉過去這樣 用拉的 對 因為背著可能會被衝走這樣 所以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繩索 有繩索 然後有一些什麼帳篷啊 帳篷 睡袋啊 鉤子 有 有鉤子 還有山刀啊 山刀 山刀 女朋友的照片 還有一顆西瓜 西瓜不一定耶 有些時候會戴這樣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是那個 放在盒裡面 好低 對不起 就覺得那個 這隊好像滿輕鬆的時候 就會戴一些亂戴的東西這樣 那一個有什麼哈密瓜之類 是一定要的嘛 他算是這個極限運動 比較有生活情緒一點 對… 有沒有人要來體驗背一下 LuLu 好 來 她舉牌了 真的嗎 她問問B 來…邊背邊問 來… 來… 我剛剛好險 我剛剛站上去才問問 試試看 好 有辦法 有辦法嗎 她有做指甲 她要背小孩吧 這樣她會受傷嗎 這樣 LuLu加油 LuLu 要受傷嗎 穿大熊的衣服來 站得起來嗎 這感覺是我要背的 加油 可以嗎 我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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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妳平常出隊的時候 有沒有評估錯誤 然後就是可能帶錯東西 或是遇到什麼窘境 好嗎 有遇過什麼窘境 就有一次啊 其實… 要不要先放下來了 沒關係 OK的 輕鬆喔 消誤蹲跳 預備 沒有…不用 比別人耶 就直接這樣 不要來 你還夠… 一倍推又跑那麼遠 他有辦法控制自己 我要去評分一下 好 有沒有中途忘了帶什麼 就有一次我們就以為那個 山上雪都融化了這樣 然後想說就背輕一點 大家爽爽的去爬這樣 結果到上面以後才發現 就是森林沒有雪 可是地下都是雪這樣 那邊我們要睡在雪上 就很凍這樣 雪上 結果後來呢 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決定 快走 應該就好了 這個二幾公斤 那請問彥博你的呢 我比賽的時候是到40公斤 太重了吧 你知道他那個是零下50度嗎 對啊 我們只有零下50度而已 對 還可以帶西瓜 真的不太一樣耶 所以你會想體驗一下Lulu 將來會想跟他們去 攀岩碩溪嗎 還好耶 好啦 你先放下來了 帶西瓜 來幫他一下 這樣我們幫他一下好不好 好累啊 來 吃西瓜 不要… 這種時候還帶西瓜 就莫名其妙 好 謝謝Lulu 另外Angel來問問題 對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就是曾經經過過 什麼生死一瞬間的事情嗎 這個就是 西瓜壞了 然後吃壞肚子 沒有啦 就是有一次我去碩溪的時候 然後我就先爬上那個瀑布 然後我幫後面的拉繩子 然後拉著…忽然一陣 就是好像交響樂一樣這樣 然後石頭又開始掉下來這樣 石頭 對 就是我們在峽谷裡面爬的 然後那個石頭就差不多這麼大 這麼大 然後就在我旁邊這樣 對 然後我就 就明白了生命很重要這樣 就是假如說那個砸到你的話 可能就下去啊 就沒有了 對 對不對 所以那一刻明白生命很重要之後 還是繼續攀岩溝起 我說後來 所以他運動你還是有繼續吧 沒有 今天那個 就有人受傷了啦 對 如果他沒有受傷的話 我們可能會繼續走 有人受傷 有時候出去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想家人的心情 哪些 對啊 那一刻有沒有想到說 有可能會再見不到家人 有啊 比賽的時候其實都會啦 對 然後就一直哭說媽對不起 就是因為在長時間這種競賽 本來就是多愁散感的 所以那時候 多愁散感 對 真的 那才是最真實的情緒 對 好 我們今天也要來多愁散感一下啦 好不好 最後有請我們這個 帶來什麼歌 帶來這首就是多愁散感的這首情歌 修煉愛情 月園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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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不會說別來跟她為難 她在天空看過我多少次遺忘 多少心慌 修煉愛情的心酸 卻會放好以前的渴望 我們的信仰要忘記多難 遠距離的欣賞 近距離的迷惘 誰說太陽會找到月亮 月後的愛 我們不可能模仿 修煉愛情的悲劃 我們這些活命不簡單 快樂連著淚水 是一種擁抱 紀念前的晚上 紀念後的月亮 我唯一讓你去讓你身上 別將想念我 我會受不了這樣 笑著說 愛讓人瘋狂 胡著說 愛讓人緊張 忘不了 那個人 就投降 汉 湍 薯 輝 拿著淚水 是一種勇敢 なわ 少年 Angela E.↑今次少82 你還ownor Moonientes compatede 別再想念我 我會受不了這樣 幾年前的幻想 幾年後的月亮 唯一長影去揚眼影響 別再想念我 我會受不了這樣 實力派唱將 厲害… 好好聽喔 看到沒有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要自我挑戰 也要常常運動 我們不見得能變鐵人 去那個極地訓練自己 但是平常有運動 那個實力就是不一樣 或是去KTV多唱歌 就是也是 就是運動的時候就可以培養肺活量 是 鼓勵大家常常運動好不好 謝謝JJ 謝謝JJ JJ Bye Bye